大家晚安,我是志诚 今天晚上我们要讲的应该是一个很多同学会感兴趣的主题 就是如何找到在这个灵性这条路上合适你的老师 那么我们所说这个老师呢,是指广义的 虽然说我们底下讲老师呢,还是以这个人间的老师 像我这种有肉身的为举例的一个主要 不过老师有可能有各种形式 一个人或者一本书 或者是你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些讯息都可以算 那为什么我认为今天晚上这个主题呢 应该会对你来说很有用 因为这是一个讯息爆炸的时代 那在十年前我自己在学习课程的时候 大概头一两年呢 我就把中文世界里面呢 可以找到的一些网络上相关的资料 大概都读了 然后还有就是在台湾可以找得到的一些 企迹课程相关的周边书籍 大概也都读了 然后与此同时呢 我还读过一些英文的资料 就是网络上的 读过一部分 然后呢 在头两年的时候 我还把奇迹课程证文呢 前前后后读了大概十遍有吧 那这个是将近十年前的一个情况 是这样 但现在不可能了 你光看一看我们 我们的公众号里面 就有多少东西可以给你学习 有些东西还 你可能还会觉得学一遍 学两三遍都还不够 你会反复的去学习 那像我们公众号里面的 这个资源特别的丰富 而且完整 那归档也很明确 所以呢 这些东西啊 大概可以给你学很久很久 甚至学个十年 搞不好都没有问题 那在这样一个讯息爆炸的时代呢 其实就有一个问题浮现出来 就是什么样的讯息 是你真正需要的 是对你真正有帮助的 那哪一些呢 其实是招负 你应该把它略去 这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跑出来 那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晚上 开这场直播的一个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各位 可以去试别 怎么样的一些讯息 怎么样的一些老师 是合适现在的你 那说实在这个并不容易 因为每个人所走过的路都不同 走的途径都不同 那在不同阶段呢 你可能合适你的老师 跟学习的材料也会不太一样 那么灵性这个领域呢 又不像我们医学 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体系 就是说这个医生 有没有把你的病医好吗 他医的怎么样啊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客观的 但是即使在像医学 这样的一个 比较有客观标准的体系呢 还是会有大量的人呢 去干什么 自行诊断 自行开药 所以现在还是有很多流传的一些所谓民俗疗法 不管有用没有用 或者只有心理作用吧 还是有很多这些东西 那我想在这个心灵圈就更不用说了 那什么样的老师合适我呢 一般我们都还是会觉得 那就是我自己说的算了 我自己感觉合适我的老师 就是合适我的 那你认为什么老师 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可是我就是觉得他不合适我呀 因为种种原因啊 好那 是不是你就没有说话的余地了呢 不过这也是今天我们在最开始 想要给各位试着开一个脑洞的 就是说你以为合适你的老师 就真的适合你吗 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我自己在我的微信群 或者台湾这边的群组 网络群组看到的 大部分人讨论出来的结果就是 我觉得什么老师合适我 那个老师就合适我呀 合适你的不一定合适我 对吧 这听起来很不错 很正确 也很符合我们的情绪 因为在这个心灵圈啊 大家都是特别的追求自由啊 自主啊 甚至个性化的一些东西 所以有比较属于这类讯息的 大家都倾向愿意去接受 那不过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 就是一些邪教的信徒啊 他们也以为 他们的老师非常适合他们 甚至他们还相信自己 已经快要得到救赎了 不过有一些邪教的信徒 的确是 这个提早就升天了 因为其实每年啊 在国内外 其实一直都有发生类似的事情呢 那最严重的可能就是有那种 集体自杀的事件啊 那有些可能 被拉到这个沙漠里面去绝食啊 就美其民说是修行吧 那据说这个绝食呢 可以让你更接近上主啊 那有些人可能绝食的有点久了啊 所以就不只是接近上主啊 可能太接近了就提早去见上主了啊 饿死的也有了啊 病的病啊 各种问题逃出来啊 那实际上呢 这个 因为我自己在这个心灵圈啊 也混了十多年啊 那其实也看了蛮多啊 就是说老师跟学生之间啊 呈现一种病态共生的现象 而且这种现象啊 可能会比你以为的还要普遍许多 那其实最典型的例子啊 就是那种有偶像光环的老师啊 像这样的一种心灵老师 其实还蛮多的 甚至说是 是比较普遍的 比没有偶像光环的老师 还是更普遍一些 那么所谓有偶像光环呢 其实就是说这个老师 他喜欢学生崇拜他 他享受在这种感受里面 然后甚至上瘾在这种感受里面 那相对来说 这样的老师也容易吸引到 怎么那种学生 就是说 他想要去依靠老师去解决问题 希望从老师身上得到力量 而不是在自己里面 去找到力量的这种学生 那就特别容易去找到这种 需要偶像光环的老师 然后就吸引在一起 那至少在一段时间内 他们都会觉得彼此 非常的情投意合 这个非常 彼此非常的合适 所以嘛 就是说什么样的老师 会碰到什么样的学生 什么样的学生 也会碰到什么样的老师 但是这个判断是中性的 也有可能是互相促进 互相成长 但是也有可能是 呈现一种病态共生的关系 所以并不是你以为 合适你的老师 就真的是那么的适合你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呢 一样我会把它切成三块 然后总长度大约是40分钟左右 那么我们也很欢迎各位 可以提问交流 因为我们这次是公益直播 那么如果各位想要提问 或者讨论的话 或者分享的话 都可以在右边的讨论区输入 那注意我可能会 用语音的形式来回复你 所以在你提问到得到答案的 中间可能会有一个时间差 不过呢大概在今天晚上 那我们都欢迎各位提问跟讨论 好 那么在今天直播的第一部分呢 我们首先来讲一讲 就是这个老师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那其实老师的作用应该是怎么样 就是帮助你可以去提升你的境界吧 好 灵性层次的境界 然后呢 帮助你在灵性方面去有所自我突破 我想这个应该大家都可以同意 但是你要在灵性层次有了这个提升跟突破的一个前提是怎么样 前提就是要能够看清楚你自己的问题 特别是这个问题的增结点到底在什么地方 所以起义课程他的教学就很强调这个音 音啊 终极之音就是你要看到这个 这个小我最深层次的那个 那个音 起音到底是什么 这起义课程就非常强调 他的逻辑就 OK 那么 那好的老师是怎么样 好的老师应该是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帮助你 去看清楚你内在的问题增结在什么地方 不过呢 有趣的地方就从这地方开始 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碰到一个好的老师的话 那么这并不会是一件太舒服的事情 因为他会不断的去帮你指出你内在的一些盲点跟错误所在 那甚至因为他可以帮你看得很深 那你也晓得嘛 这个小我的这些黑暗面 那你看得越深 觉察得越深呢 那其实应该是越不舒服的一件事情 至少在这个学习跟疗愈的过程中 会有一个阶段 是会让你很不舒服的 但是与此同时呢 如果说 你很诚实的去面对你自己的话 那么你会发现你内在有一个小声音 这个小声音会告诉你说 这是一条正确的路 好 那我还记得 这个我自己刚出来教课头一年了 其实六年前的事情了 那时候我课堂上有一个同学 你跟他的互动 跟看他的一个学习状态 他还是很投入的 然后你也会发现 他这一路走来 其实有很大进步跟突破 不过他有一次就在课堂上讲一句话 就说这个 每个礼拜来上课 就好像是在打针一样 那么 虽然说打针不舒服 但是他心里面很清楚知道 就是要来打针 他才会好 那这个为什么不舒服 这个原因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好 那好的老师呢 他是能够 很好的去帮助你看到你内在 真正的问题点 最深刻的问题 是什么 然后你也能够顺着他的指引 去看清楚 虽然这过程可能不太舒服 不过这边我要稍微提一下 就是说 一个好的老师呢 他主要是要帮助你去看你的问题 不是去批评你 或者借此来攻击你 因为我们碰过很多老师是 喜欢搞什么棒喝 对吧 那美其名是叫做棒喝 但是其实 我自己出来教学 几年之后 我是深深地感受到 就是说你对学员去做这个棒喝的动作 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是没有什么用的 因为你想我们人其实受到攻击的时候 那个本能的反应是什么 因为毕竟 学员之所以是学员 就是因为他有小我 那小我遇到攻击 他本能的反应 就是反抗 就是去合理化 然后去攻击回去 他会防卫 即使说他在言语跟行为上面 没有去防卫 但是他在心理上肯定会起一些防卫的想法在 所以你透过棒喝的方式去对待学员 其实一多半不会有什么正面的效果 而且其实很多老师在棒喝学员的时候 其实是因为他想攻击学员 他想定罪学员 那他就以棒喝来合理他的行为 合理化他的行为 实际上就只是这样子而已 那相反的 其实不管是在学心灵的部分 或者是说在学很多其他的 比如说学乐器 其实这是类似好的老师 虽然会不断的指出你的问题 然后帮助你去修正 但是他也会在过程中 不断的给予你鼓励 因为学习 真正的学习 不免有一段比较艰苦的过程 就一样 不管你是学乐器 学象器 学什么 跟学奇迹课程 它有类似的点 学习不免有艰苦的一个过程 因为学习 真正的学习 就是不断的在化解 修正自己内在的错误 那你想嘛 你整天都看到自己在犯错 然后老师在帮助你纠错 然后告诉你正确的路怎么走 那这其实并不是一件 极为容易的事情 至少在一开始吧 OK 所以当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这个错误是得要你自己去修转 路得要你自己去走 老师不能背着你走 不能代替你走 其实老师也无法解决你的问题 老师能够提供的就是看见 还有经验 就好像前面有一个人走过这段路 然后他画了一些 画了一个地图 然后做了一些标记 避开什么 哪边有沼泽 哪边有荆棘 哪边有什么什么 哪边有毒蛇之类的 然后你就可以避开这些东西 那以至于你可以走得比你的老师更快 那么也更少掉进一些坑里面去 那我想这就是一个很成功的教学 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条路还是得要你自己去走 那如果有老师宣称 他可以帮你走这条路 包括帮你消灾解恶 帮你开悟 帮你什么什么的 给你点画什么的 不好意思 这些都只是小我的把戏而已 OK 所以呢 从我们上面讲的 如果你有听明白的话 就是说 倒过来说 就是让你感觉到很舒服 整天充满正能量的那种的老师呢 其实反而会让你原地踏步 因为这就会使你失去了 网内看见自己的错误 并修正错误的这么一个机会 好的 所以总的来说呢 你要找的老师呢 应该不是让你最舒服的 好像事事都顺着你 都肯定你的那种老师 应该是找一个你的 会让你的小我 产生明显抗拒的老师 但是你又知道 他说的是真相 他说的是对的的那种老师 那就是说 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学习 想要进步 想要自我突破的话 好 那我建议你去找这样的一种老师 好 那下面第二部分呢 我们来讲一讲 就是说 你所找的老师 他大致上是要怎么样的一种老师 是比较符合 我们所希望的 就是说 这个老师能够带你不断地 有所突破 有所进步 那通常呢 我会建议学员会找 就是一个 他自己是不断地在学习 跟突破的这么一种老师 那有些学员会说 那为什么 我不要找一个已经开悟的老师呢 这不最好吗 那不过真实的情况是 在过去十多年来 我还真的没有 在这个地表上 遇见过活的 已经彻底完全开悟的老师 注意我讲的是彻底开悟 我不是说有过开悟经验 我也有过开悟经验 不过你有过开悟经验 跟你已经达到完全觉醒 不再退转的状态 这是两码的事 这两件事其实差得很远的 那么 如果依据其一个人所说 说如果你已经达到 完全觉醒的状态的话 其实 你不会留在这个世界太久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就知道 真实的你 真实的弟兄都是圆满的 上主也 而且真实的你就不在这里 所以你留在这个世界 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跟价值 因为 第一个 你不需要这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去抓取任何东西 来使你感到圆满 然后你也不会看到 这个世界有任何问题 因为你彻底的明白了 这个世界就是虚幻的梦境 所以你也不会想着 我需要去哪里去拯救谁 也没有这种需求 那你更不会有心理需求 就是需要去攻击谁 包括谁 这种也都没有 所以其实 对你来说 留在这个世界 是一点意义都没有 那你所想的 就是尽快离开这个世界 如此而已 这就是一个完全觉醒的人 他的一个内在状态是这样 所以这种人 基本上都不会留在这个世界很久 那所以倒过来说 我们在这个小五的世界 碰不太到这种人 那也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吧 OK 所以如果你没有碰到 真的完全觉醒的老师 或者你发现你的老师 还没完全开悟 这个真的不用觉得怎么样 那么老师虽然被叫老师 不过毕竟也是人吧 那我们生而为人 来到这个地方 其实几乎都是有一些课题的 要不然我们不会来到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没有小五的话 我们不会来这里 OK 所以呢 退学求其次 这个是奇艺课程 他自己也提到 退学求其次呢 就是说 其实你并不需要去要求你的老师 是已经达到那个完美的境界了 那你应该去看的是什么呢 应该是说这个老师 他做的 他所教的 然后还有他所练的 他自己在练习 在学习的 那他这个方向是什么呢 是不是只是去追求真理 然后寻求内在的平安 以真理和平安为依贵 还是说 嘴巴上这么讲吗 可是还是变相的 带着学生去外求呢 但是这种外求的情况 其实在心灵圈极为普遍 在理论上我们学这个心灵课程 应该是 凡事是内求嘛 内省嘛 寻求内在的平安跟圆满 但是我们会发现说 在这个心灵圈里面 这种外求的一些行为 然后包括要去合理化这些行为 是非常普遍的 然后反正我听过的很多了 乱七八糟的很多 老师带着学员去投资这个 投资那个 然后当然最后连本都要不回来的 也是很多了 然后去寻找采卖 然后或者让学生买佛像 然后买什么珠宝 几乎也都是买一些不怎么便宜的东西 要不然就是把一些本来很便宜的东西 卖得很贵 说是有加持过的 比如说矿泉水之类的 是的 那就变成是说 还是跑到外求去了 那比如说很多学员会问我 零基线 那其实零基线这个系统 它的问题就正在于此 虽然说它一开始所讲的 就是说一切的问题都在你里面 所以你要修正你的内在 这听起来也还蛮符合奇迹课程的 那不过它后来写的一些东西 就越来越偏到外面去了 包括这个作者在这个书里面 就晒它的这个保时捷跑车啊 然后叫你喝什么蓝色太阳水啊 贴什么贴纸啊等等之类的 其实这些也都是在外求嘛 就是希望透过改变外在 然后可以起到改变内在的这么一个效果 那所以其实我自己看来看去这么多的一些法门啊 叫法就几乎只剩下奇迹课程的 当然我不否认还有其他的啊 但是真的很难找到啊 除了奇迹课程之外啊 就很难找到它完全彻底是往内的 就没有一点点往外的这种寻求啊 特别是宣称说你往外面达到了 做了某些事情 达到了某些这个目的之后啊 你的心就可以更平安 你就可以过得更圆满等等 他完全没有这样的讯息在 那当然了这个人是比较难要求到完美 因为我们毕竟来这边都是不完美嘛 都是在修啊 那么书比较有一点点可能啊 可能比较接近 比如说奇迹课程的讯息 我们读起来就会觉得它非常的纯粹 那我想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啊 就是说你可以透过这个书的这个讯息 然后再来反观自己 然后也可以反观你所找的老师 是否真的合适于你 好 那所以我们刚才找到了 讲到了 就是说这个 找的是什么样的老师呢 可以有一些比较客观的标准啊 那这样的话可以让你避免掉 就是说找到不对的老师呢 会让你走到很多弯路 好 那么下面的这个第三部分 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说我们常听到一句话 就说这个学生准备好的老师就会出现 好 那这样倒过来说其实也对了 老师准备好的学生就会出现 好那我们已经讲了 这个学生准备好的老师就会出现 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老师本身就是完美的 也不意味着这个老师你就是要跟他一辈子 好那我们人生有不同的阶段 好那在修行的过程也有不同的阶段 不同的阶段你可能会遇到不同的老师 好那有些老师他可能讲的东西是更究竟的 然后他的修为层次是更高的 但是有可能在这个阶段你还接不到他的东西 因为你的你目前的状态离他可能那个距离太远了 所以他讲的东西呢你听不进去接收不到 这个是有可能 好但是当然当你学习到一个程度 那当这个老师的层次没有办法在网上提升的时候 你可能会发现你得要换老师 好那这个是有需要的 好那当然了你会发现 就是说很多老师他为了要顾守他的金钱啊地位啊等等吧 好那他会很不喜欢这个学生 离开他去找其他的老师 好那如果有的话啊 那呃我想这个就是老师自己的效务 好这责任并不在于你 因为我们作为学员我们只是想要 就是更有效率的学习嘛 学得更高嘛 那如果我在这边没有办法得到的话 那我可以到其他地方去找 这其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也不会有任何背叛 也就是说或者说这种背叛的说法 这个是完全不成立的 好那么你说学生准备好的老师就会出现了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那你要的是什么 也会有相应的老师出现 你内在想要的是什么 好那就像我前面举个例子 就你如果只是想要 很方便的从老师身上得到力量 但是不想要往自己内在去穿越黑暗 然后找到自己内在的力量的话 那么你也容易去吸引到那种 需要有偶像光环的老师 那么你跟这种老师久了之后 你会变得越来越依赖他 那甚至你身上仅存的一些力量 也都被他拿走 那所以说你如果遇到这样的老师 就是说 怎么你越跟他 你的力量反而 内在的力量反而越没有 什么事情都要靠他 其实像这种邪教的教主 基本上就这种特质非常的明显 反正你什么都要听他的 甚至把你的房子车都卖了 把钱拿去给他 然后去跟他生活在一起 等等吧 这是邪教的一个就是基本特征 那么就是说 这个学员跟老师可能会有一些 病态共生的关系 那这个其实会需要 还是需要我们自己 诚实地去面对我们自己 也就是说我跟这个老师学习 到底有没有长进 特别是我自己已经投入了 时间精力努力之后 那他到底能不能真正帮助到我 那我想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但倒过来说 你如果真的想要寻求真理 真的想要找到内在力量的话 那我想你也会找到相应的老师 或者书或者文章都可以 然后呢 他不是让你去依赖 而是不断地鼓励你去穿越内在的黑暗 去修正自己内在的问题 然后找到你自己的力量 然后最终能够脱离他独立 好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直播的全部内容了 然后下面呢 我会回复各位的提问 那在今天晚上之前呢 都可以在我们讨论区留言 然后不免俗的呢 我们还是要广告一下 这个是我们今年的最后一个线下课程 那是在今年的12月5号到8号 有一个游学工作坊 那么我们这次是挑战了一个比较远的地方 在云南的大理 那么我们现在还在这个早鸟优惠期间 那么我有看了一下 我们在这个大理的这个酒店 虽然说是四星级的 不过我们也谈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价格 基本上一个人一天住宿很早 餐的这个也只有200块钱人民币 那还是一个蛮精实的价格 这个你把这个酒店的价格省下来 上工作坊 这个工作坊就剩下没多少钱了 那我们这次工作坊的主题啊 是宇宙人生 那其实也就是要把整本奇迹课程串起来 从大到小 从小到大的去讲 那我们会把奇迹课程的这个整体架构 给你交代的很清楚 然后当然我们也会去连结 现实生活 特别是在生活中我们遇到的一些宽恕课题啊 以及宽恕之后啊 我们怎么去应对我们生活 呈现出来各种挑战 在生活中去做各种决定 我想这个是 很多同学会觉得比较困惑的 因为这个灵性的理论讲的很高吧 但是这个面对现实生活又要怎么样去活 那这个是我们这次会探讨到的 这个是小的部分啊 然后在大的部分呢 我们也会谈到这个宇宙时空的源起啊 然后宇宙时空的本质啊 然后以及就是说这个所谓人生剧本 甚至宇宙剧本啊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那剧本到底能不能修改等等啊 这个也是我们这次工作坊啊 会谈到的一个内容 好的 那么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的话 如果你有兴趣想知道的话 在我们公众号里面 有工作坊的完整的介绍 然后如果有兴趣了解的话 可以扫这个二维码 然后加我们这个团队成员凤凰 那么他会跟你咨询 那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都可以问他 不管是交通住宿还是什么的 但住宿是我们会给同学们安排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同学发的啊 就是有的老师对他的一个评价 其实老实说 很多这一类的评价 我都觉得真的是听一听就好 真的是不用太觉得怎么样 因为这个老师有时候 也是看他的一个修为的层次是怎么样的 然后还有看他学的东西 不同的体系 有时候他们会讲出来的东西都不太一样 然后我们又用我们以前学过一些体系去做解读 然后可能跟对方讲的意思 也搭不起来 那要是你问我这句话的话 我会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 就是不用去相信他 就把他扔的吧 就放在一边就行了 因为这个话对你来说 真的有任何帮助吗 我所谓帮助比较重要 应该还是说 他有没有教你方法 就这个老师有没有教你方法 具体的方法 那怎么样能够帮助你 从现在的这些小伙的状态 一步一步的走出来 这个才是真正重要的 那至于他对你有什么样的评价 说你好或者不好 学的好还是学的不好 还是层次高还是层次低 这些个评价 其实一多半都是一些定罪而已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那你层次低又怎么样 你也是上主之子 你也有同等的潜力 然后可以学到非常高的一个灵性层次 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就是了 然后下面同学提到这个问题挺好的 他说在幻象世界的痛苦 跟修行中经历的痛苦 应该是说你原本以前在没有修之前 因为小我而有那种痛苦 跟你修了之后所经历到的痛苦 有什么区别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这样看 就是说只要是痛苦 那肯定是小我引起的 因为圣灵的眼光 上主的境界是平安 那不会使你受苦 大致上来说是这样 那么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区别是在说这个痛苦 你如果有把它当成是一个 学习宽束的机会的话 那么你就不会白白受苦 要不然就是白白受苦 因为你如果没有借由这个痛苦 然后去学习这宽束课题的话 那么反正下一次这课题再来 痛苦也会再来 或许这个痛苦过了一段时间 会比较淡去了 但是你看吧 这个小我的实际上体系还在 我们内在的追究跟恐惧也都还在 所以这痛苦肯定会在卷土重来的 那我想这个就是那个区别 只要有痛苦 这肯定是从小我这边来的 但是差别就是在于你是不是白白受苦 就是你如果有好好去面对这个痛苦 然后去看它下面这个小我的运作是怎么样 然后去破解那个小我的模式 去宽恕小我 那么你就没有因此而白白受苦了 好的 那么他下一个问题是讲到这个关于自我诚实 因为他看到了可能在学习奇迹课程的过程 小我也会拿奇迹课程来做一些逃避 那是的确是有可能的 那我想第一个是说 你因为这个自我诚实 练习自我诚实而去看到 自己内在有一些自我逃避的部分的话 那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看见 就是这本身就是自我诚实的一部分 那然后呢 其实这种逃避或者小我的闪躲 被我们看见之后 他就比较没有办法再这样做 至少是在你眼皮子底下 你知道这个是小我 那这其实就很大程度的避免你 走上一条错误的路跟去搞一些自欺欺人 那另外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呢 其实就是我们特别是在学习宽恕的时候呢 就是说可以好好去看我们这个收回投射 有没有做到位 其实这个收回投射你有做到位的话 其实你是完全的不会去定罪 眼前的那位弟兄的 因为所谓收回投射做到位 就是你已经彻底承认 这件事情完完全全 就只是在反映你内在潜意识里面 不愿意看见 不愿意面对的一些信念而已 那这样的话 其实你是没有任何的一个 一个动机想要去定罪外面的一个人 那这个才算是彻底的做到收回投射 那你有没有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呢 我想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而不是只是泛泛的去说 这就是我的追究啊 我的投射啊 我创造了这个事件 我创造那个事件等等 如果你只是头脑上去说 而不是打从心底去承认说 这件事完全就是我内在的一面镜子 那么这可能就会有一些 把奇迹课程学在头脑里面 然后以此来逃避 那个自我看见的这个成分在里面 好的 然后有同学问到这个小我的声音是很大还是很小 那如果这个声音是带着批判的声音呢 你不晓得这个同学 这个奇迹课程曾经有学习过 或者学到某个程度吧 那基本上 因为小我的声音 它一定是带有定罪在的 但这个定罪有时候 它不太像是批判 但很多时候小我声音的确是有批判在 或者说有批判的声音 一定就是属于小我的 应该是怎么说 那奇迹课程 它教的其实就是一整套 怎么样去化解小我的方法 好 这就是他所说的 那么你说小我的声音很大还是很小呢 呵呵 但这个也是取决于你所问的这个大跟小 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了 那当我们小我的习气还很重的时候 我们碰到很多事情啊 我们都会觉得小我的声音很大 然后内在的恐惧啊 内在的定罪攻击的念头很强烈 这是无可厚非 那当然你越放下 越是宽恕 越是不去听小我的声音的话 它的声音也就会自然而然的变得越小了 好 那顺带一提啊 就是如果你是这个 刚开始学习的同学的话 大概在我们这边初学的同学 几乎都会学习的 就是我们直播间里面 最上面的一个图解奇迹课程的那个系列课 它里面总长有五个小时 还有动态的图解 还有很详细的解说 就是帮你把整本奇迹课程呢 就是所有那些重要的观念呢 几乎都假了 好 那很推荐各位 如果你没有学习过的话 可以进去好好学习一下 而且这个签聊的系统呢 它是支持 可以无限反复回听的 这个还是非常支回票价的一件事情 好的 然后下面呢 朴树同学问我说 这个是否真的存在 有这个邪师给人施法这种事情 其实我们在心领圈啊 就是偶尔都会碰到有这种学员来求助啊 就说这个被附身啦 或者被附体啊 或者如何如何 很多人会讲这样的事情呢 不过其实如果是按照奇迹课程的逻辑的话 是不会有这种事的 那你会认为呢 是他给你施法 或者说别人附体你 然后呢 才让你现在的这个情绪被搅扰 思绪混乱 那你要看啊 就是说 这其实也是一种 小我的一种受害的眼光嘛 或者是说 如果一切都是由你的心灵去决定跟营造出来的话 那么即便是像这种经验 看似这个外灵呢 是这个没有得到你的同意就附体啊 但是其实这整件事情也是经由你的心灵所同意的 那小我就是透过这样 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啊 他没经过我同意就来附体我 那就是这就好比说 我们生病的时候 我们一多半也是觉得 那我也不愿意生病啊 但是当你学习奇迹课程到一个程度 看了够深之后 你就会发现 所有这些东西都不是不请自来的 他其实都是我们内在的一些信念 小我的一些追究跟恐惧所造来的 那我自己以前在台湾也遇到过这种被附体的 然后他是说受干扰了 然后呢 他在我这边上十几课 上了也是周周上课吧 然后上了大概半年多吧 他这个问题就自动就痊愈了 那我想主要也是因为他了解了 就是彻底了解了我们上面讲的这个道理 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请自来的 所有这些禁其实都是我们要来的 那所以呢 我们其实也有能力可以疗愈自己 让自己可以好起来 那当然我想比较具体的 可能就还得要深入去看了 就说我们内在的这个一些心境跟信念是怎么样的 然后回去引来这样的一些经验吧 但是当然总的来说呢 小我就是透过这样的事情来说服你 你是一个受害者 而且你无能为力 你只能去承受这个世界加在你身上的一切 这个世界是因而你是果等等吧 那小我就是透过这个事情 然后给你传达这样的一些讯息